老师 索菲跺跺脚 你怎么可以这样嘲笑我呢 我那点能耐 发明什么装备啊 等我发明好了 战争也结束了 话随这样说 他心里仍然是嘀咕了一下 对于地球上武器 他根本一窍不通 也绝不希望现代武器 给幻境优美的意见 带来可怕的变化 不过 如果能用炼金术 制作一个装备 用来帮助阿图罗提升实力 倒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要对自己有信心嘛 梅西先生说道 好好用功 其他的事情不要担心 苏菲马上明白梅西先生的意思 他是希望他 能够抛开那些错综复杂的事情嘛 他感激地望着他 老师 我明白了 让小妖在梅西先生门前 种了一颗聆听锦绘 以方便他随时找到苏菲 没想到 这种植物的出现 竟然令梅西先生高兴之极 他大大的赞美了小妖的创造精神 希望他再接再厉 创造出一种 能够让双方都能沟通的植物 弄得小妖冷汗直冒 尴尬不已 我说大爷 我没有本事让植物讲话的 小妖翻了个白眼 苏菲笑了起来 让植物讲话 还不如教老师讲植物语 来得快一些呢 小妖霍以一笑 哎 这个倒是个不错的主意 梅西先生也笑了起来 他摇头太稀倒 那恐怕鼻子你学龙语 还要难上百倍 就算让精灵来 我看也够呛 传递消息目前最快的 只有通过飞行魔兽吗 这其实是苏菲 最无法适应的一届地方 每次和外公 湘密尔通信 得好长时间才能收到回信 更别说是送东西之类 有了这边鹰组织的照顾 自己还算是方便一些 否则的话 还要去拥兵工会下单子呢 要是能有个空间传送门就好了 苏菲喃喃自语 屋里的几个家伙 都是些什么人啊 一个赛一个的精 苏菲喃喃自语 让他们立刻提起精神 不说别的 光听这个空间传送门的名字 就已经觉得神奇之极了 毕竟 古代的空间传送早已实传 空间法师已经寥寥无几 卓有成就的更是罕见 如果苏菲真的能弄出那样东西 绝对是具有化时代意义的 当然 主要是因为苏菲小小年纪 就表现出发明家的特质 神经 录音设备 魔药 以及很多奇怪的想法 使大家对他充满了信心 奇怪的寂静和灼热的眼光 使得苏菲反应过来 她望了望大家 怎么了 你刚说空间传送门 看吧 哆啦A梦看多了的下场 传送门这种东西 在学幻小说上也出现过不少 但是她从未在自己身处的 这个异界的历史资料上见到过 而且她也根本无从知道 传送门的原理 所以实施她的可能性极低 我只是随口说说的 随口说说而已 苏菲陪笑 我看好你哦 梅西先生抬抬下巴 你会成功的 空间法师小姐 小黑和小妖也连连点头 反倒让苏菲有些哭笑不得 找到了罗比尼奥管家 吩咐她 自己不在的时间里 要暂时听梅西先生吊牌 又安排好仆人 要提前准备三日后 邀请精灵们和西蒙参加的小型宴会 苏菲没有再做耽搁 马上回到学校 为了明天能够更好地观察寿人祭司 在萧恩身上诗诗的奇异生物 她准备好好地研究一下 上次从图书馆借来的 关于兽族的书籍 因为梅西先生居然也说 她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兽族祭司这种法术 她也没有亲眼见到过 虽然她也提到龙族有个长老 见过这种东西 但是圆水毕竟解不了尽渴 只能依靠自己临时抱抱佛脚了 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 苏菲就去了校长办公室 助理小姐看到苏菲 像是老熟人一样亲热地拉着她的手 带着她往前走 一边说着 苏菲 小安和她母亲艾尔维斯夫人已经到了 校长大人吩咐过 如果你来的话 就让我带你进去 谢谢你 苏菲朝她点点头 校长的宠物鸟们 同样像上一次一样热泪地欢迎着苏菲 看得一旁的校长大人频频点头 介绍一下 这位是苏菲施华洛 是炼金部一年级的学生 苏菲 这位是埃尔维斯夫人和萧恩埃尔维斯 萧恩的头发是墨绿色的 这脸和她母亲一模一样 埃尔维斯夫人是个身材稍稍发福的妇人 她有着金黄色的毛子 端正的五官和光洁的皮肤 很符合一般意义中的贵妇人形象 你们好 苏菲认真地行了个法师礼 萧恩也归去地行礼回答 只是看上去神色略有古怪 而埃尔维斯夫人似乎有一些傲慢地 邪逆了苏菲一眼 然后轻声说道 施华洛家的 一年级 是啊 是德鲁小儿子的女儿 也是伊格纳茨大师的学生 斯蒂芬心大人眼中金光一闪 埃尔维斯夫人倒吸一口气 她转过来时 已经换了一副热切的表情 啊 原来是伊格纳茨大师的学生呀 她望着苏菲的笑脸不知为何 令苏菲有一种羡媚的感觉 羡媚 苏菲有些不解 因为伊格纳茨吗 此地分心大人开了口 是这样的 你上次不是想让我帮你跟伊格纳茨说什么 费了不少口舌 她终于是同意了 具体有什么要求 你就跟她学生讲吧 说着 她朝苏菲抬抬下巴 试试给了苏菲一个眼色 苏菲正在茫然 却正好看到校长大人递过来的眼色 马上会议地点点头 假意地应承着埃尔维斯夫人 心中却暗想 校长这个老狐狸 看来是又把伊格纳茨算进来 大师 埃尔维斯夫人惊喜地叫起来 这是真的吗 哦 伊格纳茨大师真的讨厌了 哦我的天哪 哦天哪 她轻拍着自己心口 宽边的帽子上绒毛也跟着抖了起来 母亲如此激动 旁边的萧恩却是事不关己事的 苏菲从一进门就不停地观察她 她退让小妖也不要放过这个观察的好机会 苏菲 你发现了吗 萧恩身上的活物好像灯多了 嗯 萧恩 我们给那个活物起个名字叫鼓好不好 苏菲说着 鼓 这个字是汉语发音 她觉得用这个熟悉的词 用来表示这个东西实在是太贴切了 鼓 小妖用手捏捏新裙子的蕾丝花边 也好 省得倒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的叫 只不过为什么是鼓呢 鼓就鼓吧 我觉得鼓挺好听的 小黑先不耐烦了 我说 你们究竟看出了点什么没有啊 萧恩身上的鼓不是变多了 而是长大了 苏菲第一次见到萧恩的时候 感觉到这个鼓是微乎其微的 若到不是刻意观察都很难发现 而现在的感觉却是非常的清晰 苏菲甚至觉得 如果那个鼓再长大一些 就可以与她沟通交流了 艾尔维斯夫人自然不知道苏菲暗中行动 她盯着苏菲的眼睛 面露诚恳之色 吞吞吐吐地说道 你来的时候 你的老师 伊格纳斯大师 有什么交代没有 苏菲一正 怎么回答好 什么交代 是想要伊格纳斯制作的炼金物品吗 她撇了校长大人一眼 见他又是眼色平平 这才摇摇头 开口重复校长的话 没什么 你就让我听听你的具体要求吧 艾尔维斯夫人 我看这样吧 我们先把萧恩的事情处理了 待会儿你再和苏菲慢慢谈 四弟分心大人说着 他拿起一张纸 递给艾尔维斯夫人 其实也没有什么 在这里签个字就好了 说起来 学校方面非常抱歉 此事给萧恩的健康 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我也有责任 啊 校长大人 我们也不是不懂道理的人 不过 魔兽幻境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这次的意外实在是 萧恩的爸爸在我们来之前特意跟我讲了 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引起你们校方足够的重视 如果再有这样事情发生 谁还敢让孩子来念莫斯霍克呀 艾尔维斯夫人显然有些言不由衷 她看看自己的儿子 用意念控制语调 使之平静 倒也没有说出过于难听的话来 校长大人脸上的神色丝毫未变 她仍旧是微笑地望着他 我看萧恩的气色还不错 希望暑假结束之后 能够见到康复的她 谢谢校长大人关心 萧恩有理地说道 我其实身上并没有怎样 只是最近冥想的时候会有一种晕眩的感觉 牧师说 我只要休息上一段时间就能恢复了 她说话的时候也看不出什么异常 即使那个鼓也没什么动静 小妖 怎么样 我能感觉到那个鼓 好像在萧恩说话的时候 有种奇怪的抖动 小妖的声音充满不解 有点奇怪 她一说完 抖动就停了 是吗 苏菲望着萧恩 希望她再多说一点什么 可是她却闭了嘴 埃尔维斯夫人签好字 又跟斯立芬心校长寒暄片刻 就亲热地拉着苏菲向外走 此地分心大人 我请苏菲跟我一起走了 我要跟她聊几句 今天我真的太幸运了 一个大四大师终于同意了 我的天哪 天哪 苏菲在校长大人异样的眼光中 莫名其妙地跟着那对母子出了校长办公大楼 楼下停着一辆华丽的马车 马车上挂着与宝曼家布箱上下的金光灿灿的家徽 几个强壮的护卫持剑手在那里 一见埃尔维斯夫人出来 马上有人上前 躬身吩咐道 埃尔维斯夫人却不理他们 她一手拎着自己箱满小魔精的手包 一手拽着苏菲的胳膊 用讨好般的语气说道 啊 苏菲是吧 我就不跟你啰嗦了 一个纳斯大师也许已经告诉你了 我呀 是想拜托大师帮我做一个特别的炼金装备 家族防御用的 而且阶位越高越好 他接近苏菲小声说道 我希望是一对镯子 或者两条项链也可以呀 是给我们家萧恩定亲用的 还有 我希望这件东西是独特的 或者说独一无二的 没有别的家族会拥有 只是希望大师能够赏脸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要求 哦 对了 还有就是外形最好精致一些 一定要体现我们家的身份和地位 拜托一个纳斯大师了 埃尔维斯夫人停了一下 又补充道 哦 当然了 还要感谢你 苏菲 听了她的话 苏菲不由撇了站在马车前的萧恩一眼 她身上的骨似乎又开始活动了 哦 天哪 看我都忘记说了 至于做东西所需要的材料和经费 请大师尽管开口 我们保证满足一切要求 埃尔维斯夫人脸上 闪过一丝傲慢的神色 苏菲假装认真点头 夫人放心 你的话我一定会转告大师的 埃尔维斯夫人紧接着又道 哦 如果大师的样式图出来了 你就派人通知我们一下 我会过来的 说着她挤出一个笑脸 多谢你啊 笑得太肉麻了 苏菲忍不住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 免得一不小心露出厌恶之色 不过 埃尔维斯夫人的话倒是让苏菲灵机一动 不如趁这个机会 以便近距离地观察萧恩身上鼓的变化 她思索一下 对着埃尔维斯夫人说道 啊 假如样式图出来 埃尔维斯夫人 我可以给您送去 见她也愣 苏菲解释道 啊 你也知道啊 不知有多少人盯着大师 要找她帮忙制作装备呢 如果这事被人知道 恐怕会生出很多麻烦的 埃尔维斯夫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哦 对 对对对对 怪我没有想到这一点 啊 当然 如果夫人您太忙的话 不忙 我不忙的 埃尔维斯夫人急忙摇头 她从小手包里面 取出一个刺绣着家族挥装的锦帕 把她塞到苏菲手中 你来的时候 把这个给门房看 她会立刻带你去找我的 她又停下来想了想 然后看了她儿子一眼 说道 如果我确实不在家 那就让她带你去找萧恩 刚好萧恩在家休假 她准在 而且东西又是给她做的 得让她满意才行 埃尔维斯夫人的话 正中苏菲下怀 她点头收起锦帕 然后与她母子二人道别 小妖 既然萧恩身上的骨还在长大 我们不如借此机会好好观察一下 估计校长大人也是这个意思 她一边向回走 一边解释自己这么做的动机 你没有感觉到吗 如果鼓掌大了 说不定我们可以跟她交流呢 小妖坐在一棵大树上 双手拖着下巴 到时候我们问问她 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想要做什么 哇 你也太高笑了吧 还要问人家是什么东西 小黑鄙视地说道 会告诉你才怪呢 我也很好奇 她究竟是怎么屏蔽精神力的 小黑 你的精神力看不到吧 苏菲问道 小黑用小爪子捂住双眼 不回答她的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就在这里 跟巫妖一样 我讨厌屏蔽精神力的东西 苏菲撇撇嘴 一个那次会答应吗 我看校长大人这次偷偷把她给卖了 说不定伊格纳斯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 小妖手舞足蹈地大笑起来 看起来她开心极了 苏菲不由玩耳 她很难想象伊格纳斯知道此事之后 会有怎样的表情 距离小屋老远 她就看到邻居格罗瑞亚 站在自己家的房门口 一会儿上前 一会儿退后 似乎是想敲门 似乎又在犹豫 苏菲迟疑一下 还是三步并成两步 主动走了过去 格罗瑞亚 你找我有事吗 苏菲叫道 啊 格罗瑞亚吓了一跳 她转过身 露出一副做贼心虚的表情 苏菲 你吓了我一跳 苏菲放慢脚步 缓缓地走过去 有事啊 没 没事 格罗瑞亚挥挥手 往她自己的小屋跑去 刚跑两步又停了下来 这犹犹豫豫的表现 根本就不像她平时的样子 不等苏菲问她 她又拐了回来 双手在空中 急急地比划几下 对苏菲说道 苏菲 我 我想提醒你一下 你要小心怕没了 说完后 她长嘘一口气 啊 好了 我说完了 再见 接着 她不再多言 飞快地像兔子一样跑掉了 喂 格罗瑞亚 你等等 苏菲想叫住她 可是却没有得到回应 帕梅拉 苏菲疑惑 眼前浮现帕梅拉 雀弱胆小的面容 她摇摇头 不是应该提醒她 小心蒙娜吗 别担心 我帮你盯着她呢 这个坏女人 不会友好下场的 小黑摇摇尾巴 坏女人 苏菲把小黑 从肩膀上拎下来 你确定 你说的是怕梅拉吗 是她 就是她 要不是她 蒙娜那点小遥远 根本就传不了那么远 小黑被苏菲揪着后脖领子 只能给苏菲传音 小黑 你这就不对了 那事都过去那么多天了 你怎么现在才说呀 小药的声音传了过来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最近 我从他们两个人对话中猜到一些 好像是怕梅拉安排的人 去其他学部挑唆的 再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